气候的变迁造成了超高温的天气 导致美国佛罗里达水域的温度上升 加速了佛罗里达胶岛群的珊瑚礁白化过程恶化 科学家就担忧 如果情况不见改善的话 大家就会继续对珊瑚礁白化现象袖手旁观 往后佛罗里达的胶岛群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佛罗里达州上个星期的平均水温 达到了摄氏35度 而正常水温应该要维持在摄氏22到31度 为了应对珊瑚礁白化的危机 当局将专注珊瑚保育和修复工作 科学家研发了一个新的技术 来繁殖和移植健康的珊瑚 他们会把珊瑚放在培植场重点保育 等到珊瑚的强度和生存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 才将珊瑚重新引入海洋 专家指出珊瑚除了能够保护海洋生物 也能够形成防护网维护海岸线 此外佛罗里达的交导群 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有助于提振当地的经济发展 孔津 应该因此领祝均 夺众人